大家好,我是七弟 我现在就站在土门浴和浇浴的中间 这一道分水岭上面 我身后这一座塔叫二龙塔 它在我们陕西非常的出名 这是一座唐代秘延式的砖塔 塔体成正方形 就说圆塔有九层的 里面有木梯子 当地村民为了盖房子 把这上面那几层塔砖拆毁了 现在还剩了有六层半 有18.6米高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2005年又重新修缮过的 这是它修缮之前的样子 古朴雄伟 为什么这个叫二龙塔呢 就说有两个说法 一个说是因为这里在古时候 这个地方叫二龙里 所以这座塔就叫二龙塔 另外一个传说就是说 这里的土门浴和旁边的这座椒浴 以前有两条恶龙 修这座塔就为了镇住这两条恶龙 从山下到山上有一条水泥路直接通上来 基本上开车都可以开到这座塔下面 这座塔已经屹立了1300多年了 它是唐太宗时期的塔 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一个有利的一个见证 在这二龙山上我们往上看 因为这里还有一座塔 叫天池寺 在隋唐时期是一座皇家寺院 不过现在已经荒废了 唯独就留下了这一座宋塔 二龙塔与二龙山上的天池寺 遥相呼应 它算不算是一名隐私 是一座塔与二龙山上的天池寺